第一张地图来到了潜艇潜伏为汉宫保卫者为AG 我们看第一时间潜伏者选择还是把这个B空给架了 保卫者没有选择特别比如说非常规的一些战术 比如说并没有选择比如说潜艇双小门啊 或者说把B空第一天给站下来啊 是的 那我们这边是选择了第二时间 双小门应该是直接过点 但好像并没有居住看到 那这样的话林肯这个位置特别的尴尬 这些第一天是被看到了 哇兄弟这颗雷最好炸了100滴血 哎兄弟怎么炸那么点点血 过期了吧 可能是吧 实际上我们顶到了前面的位置 我们看到宠王这边还是在对于这个管道还要 多加防范啊 帅逢这边要对这个A控好像有想法 我们来看一下宠王的位置 一个 你欢迎 哇 TK哎 为什么会 就已经杀掉那个了 为什么还会再次去开枪打这个A控 手没控制住 哇 那像的话一个TK直接是重新的那边 好生啊 这边只剩大药了 只剩下大药一个人了 还在 还在 下一道的50血 车车车没了 哎 直接没了 那这样的话 也其实我觉得是因为一个TK吧 就终结了整个Raw A这个想法 因为我们刚刚看到 呃应该是想夹一下这个H 第一时间是把A控 一天就一换一打掉了 对已经抢到了 对但是还是回头把把自己的 我风哥现在就这么狠了吗 现在大家都以烟雾为主 终于烟雾游侠 有烟雾才能杀到人 没有烟雾基本上不怎么杀人 现在发现 那这样的话第一时间因为 对着队友被打掉的话 队里并没有这个继续手 而且血量上来看 栓木的血量并不是特别的多 这边二妹封建烟雾 互相穿了几下 哎这张地图应该是汉宫选择的对吧 嗯 谁能看上他们席队 针对中段这个位置还是比较多的 但是效果并不是很好 对啊因为刚看到李斯南 包括宠儿两个人 有一些自己的想法在呃 刚才那个时间段里面 选择两个人一起拉下 这个双门的位置 并且是打掉了桑林 现在剩下一个三打五 现在这潜伏着基本位置 我觉得这边和 呃AZ这边已经掌握到了 B控这边是打掉了一个 三打四 我觉得现在是保卫者机不用着急 因为他今天哇标死了师弟 哇这个只能说什么 就你这个应该是帅风的位 他一直在这管道就是不走 这没走对 从而已经连标了很多次了 然后小九有双杀 哇哎你再来抓吗 是个残血 哇这边有可能一威四啊 哇这王爷哇但是 这个时候小九只要稳住就有机会 但是他想的是赶紧去下包 对赶紧过点 哇就这样的一个真的好一个时间差 如果说这样在慢个一秒钟 风格就追不到他了 是的 这边顶了 被白被打掉 我看到是是 蜜亚是顶着白往右边走 对面如果说丢了白以后 你没必要再去跟 对面强硬的就抢这个B控的位置 哎他 他的队友应该也是没有跟他一起的 这是三个人来反清一下B 哇自己枪水了 这边是一个三打二 看一下这边小九 小九跟帅锋两个人 哦小九把胆子很大啊 一个双杀 哇这个对面是有点 是谁 是谁 是那个三个字母那个 只打了二十滴血扫了一锁子 还没行 现在又是一个二打二 我们来看一下是林肯跟风格 这边是帅锋跟小九两个人的一个参局处理情况 林肯是个半戏 拉出来把田锋打掉 别别下报 那这样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回防吧 林肯的一个单人的回防 这边肯定要把我直接秒掉 小白A过拉掉 但是我这小九真的是扛得住啊 我刚说了嘛 就现在对我里面 只有他一个是特别老的老将了嗯 你再不去扛大棋就没办法打 一比二这边的汉康是追悟了一分 小九已经7-2的战绩了 这打了三把 小九 我没有看到对面田锋 田锋一直看到他在那里来回的跳 哎跟一是好像有一个有个摸牌 第一个人跳过去 田锋看到 确定已经跟一是进了两个人 哇 里面很稳 风格的加点特别的稳 这边是这个打掉一个绝技换掉一个 给大药狙掉了绝技 大药跟风格的对决 但是这边我们看到队友的一个发挥 我现在又是一个三打一 一把狙击 我这反应一条缝 一把狙击我包 关键是这个包不是很好捡 这只要直动拉 哇塞也很不错了 这真的是一瞬间 就是如果说你这样的慢 你把这个手枪给切回来 就说不准了 就说明这一定是 A级这边的两个那个同步都非常的到位 是 没给第二枪机会 三比一 这边好像慢的不行要打快的好像 我们看一下走廊准备进了 准备想直接打不看李三的位置 别进大枪线直接被打掉 黑屋怎么办 也被打掉一瞬间的一个刷屏 这个效果还是不错的慢的不行 直接打了一波快的 这两个H的防守队员 这边应该还想再看管道 还在带一个 在这样的一个布局的话 说实话还要看一下 哎 他没选没办法的 这样只能夹宠啊一个人 一个 没有血了 被打掉没有吧 2比3这边是汉宫在 前期一直打慢的 打不出来太大局面的时候 选择了一个快攻 也是确实是有一定的成效 是的 2比3 看到过点了 我这边迅速来到了这边 一打到 哇这时候给个雷真的美滋滋 炸开花 要来来了 我们看林肯的位置 这被瞬间一换一瞬间刷掉 这边一块也被摆哎中边那边摆掉三打三 打击有局爱宝两个爆点非常的清晰 顺便三个都在这边 我们来看一下三名保护是怎么回防现在 很关键 哦开始打 白了这边反白直接白到脸上 这边又一个白这三个人应该承重 瞬间只剩下打药了 这个压力也太大了兄弟 一个一个两个两个有机会 没顺到 三个打药一个人 哇这边真的是刚才一直在说这个局走 真的是依靠着自己一个人就 他自己往面前封了个烟雾对面也很难抓到他位置 啊第一个人被瞬掉以后瞬间的手枪切枪打掉一个以后第三个是 确实枪手不知道是使用的ak怎么一直没有穿他你知道吧 没有死掉 那比分也来到了3比3 那边都是以后就算他动手的 突然间看过这边放板结枪但是虽然说是放板结枪 但他们还是第二时间非常迅速在两分钟的时候选择了跟一式的一个进攻 我不知道有没有看到 不知道风格里面有没有看到 飞机的一个 进了 他没有办法了被闪光闪掉 米娅了一个三杀 二打三米娅了一个三杀非常漂亮 直接把B就给清干净了 我 我再来一个基本上就飞起来 飞起来了 说完 打药狙击一个 二打一 时间秒要4比3连追了几分 汉宫这边的一个世界非常的多 他们说 就我刚才不给你打 打慢的了对不对 我打一个中快行的 要么第一时间我抢点 要么第二时间刚才跟你直接抢 抢了直接都给你打 那么就来一波 对 他不去给你磨叽太多的时间 让你去来回来进行转点 哎 这边摸过来了宠儿 烟雾中 没有子彩没打掉 没有子彩没打掉 这边那个鼓枪谱的非常的迅速 二打四 鼓枪又是打药吗 还好这边打掉 看小九 看小九的位置 哇小九就在两个人中间 打掉 买到四比四 两边这样的一个上半场 已经打得那么的激进了 我觉得 虽然说就是我们看到 比分上来看是一个四比四 嗯 但其实打的特别的快 你看到没有 没错 没有说拖到红秒就给你磨叽 包括刚刚那把这边AZ的话 也是不让你再继续这样下去了 给一个前顶 哇这边大药反应 直接第一时间打掉了李三在走廊前景的 这样的一个位置 四打五 这边每个地方都在卡位置 肯定大家都希望 上面长是自己的一个优势吗 对这这一把的话比较谨慎了 还在抖 哇一点都不着急 就是现在安安公期他们自己掌控了自己比赛 队伍的一个节奏 这个是非常关系 就是有的时候快有的时候慢 让其实让对面并不能 找到他们的一个破绽 哎很难受 我看到重防也是基本上全部重防到了这个B区啊 A区只留了A控一个人 A包点都是放空的 这边也是两个B控是要进来 但如果真的要打B的话B人是特别的多 三个人在A门 还在等二楼的绝技 我看绝技会不会第二次人拉出来 来了哎 我直接秒掉 那这样的话又形成一个三打五 呀兄弟 扔残了 还有举掉一个这都能 但是不好意思兄弟 上我们打A了这是个阳攻 骗了你那么久 我们的重点是在A区 我这边两个人的话 还是在必须想把这个人先清掉 还是清掉了 但是雪亮上已经打了非常惨了 是的 哇这两个基本上是结束了 现在要完全看宠儿了 三个人的一个A区 天鹏这边打白 这已经没有时间了呀 这这两个保护者不知道在想什么 就是你已经 磨叽了特别特别久的时间了 是对吧你刚才那个局面 你现在下来你也来不及了 只剩下10秒钟你下下A控 他太久了 就是第一时间好像是宠儿想从A大走 然后他又回来了 好像是队友把他叫过来 还是他自己回来 这个就没太懂 就是啊是 又回来走A控 那个时候只剩下10秒钟了 你说你下去要个5秒钟吧 对吧包已经要炸了 是的 要么就第一时间两个一起绕A大 对吧一定是刚才沟通出现一些错误 要不然不可能已经过去还回来 不够果断最后的一个 结果 是的 那这样的话上班长是5比4汉宫的一个领先 不过最后其实说他们要是很迅速的下着的话 其实那一下也是真的很难打的 就因为本身怎么说呢 那一分就已经很难打了 为什么这么说包是安放了 三个人血量基本上是满血满血 然后另外两边 呃风哥是二十多级血 然后宠儿也有五六十级血 是 就两个人血量上 已经是那种一枪要死的状态了 你就这样的完成除非是 状态特别好 就几发秒几发几发秒 完全不让对面反抗 但就考虑现在的一个 汉宫他们的一个状态特别特别不错 嗯 不会给这样的 基本上不会给这样的机会 是的我们来看一下公主要换 A几单人潜伏在这边保卫 看下谁压了出来 帅风老司机 帅风也是顶了出来 宠儿这边是在双门的一个鞋点架着在 然后家里应该是 风哥一把鞠架的A大上来吧 先卡点 前期我们听到 听门里面这咳嗽的人都特别的清楚 真的没有人说话现在 就是前期那个卡点不要吊人 两个小将 还有A门会不会有争斗 把包给打掉第一时间 这边直接是一个一换一 我们来看一下宠儿一直在蹭 一直在蹭这边是小九怎么办 把药打掉前前 田锋三打三 哎这管道这两个没能打掉 米亚和大药 但是打毕了呀 米亚的位置特别的关键 走廊已经摸到了前啊 这个管道已经摸到了前点 哦我看下李斯楠 应该不会漏吧 他应该让绝技这边先打 哇直接秒了 那这样的话 echo肯定要动了呀 对echo一动李斯楠就要下来了 echo只要一动就是背身 是的 还是个狙击 谁被打掉 5比5 这一分我不知道另外一个人在什么地方掉的 因为第一时间是率封一个一换一 然后瞬间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保护者掉了 我们看在哪里掉的 快人的后 一线李三人抢一下A大 看下会不会直接抢一包点 很关键的点位 A包你直接下了 看到包点有人了 应该要给颗包点的雷然后再走 好两边就是 户头这些道具 但是没想到的是林肯下得这么快 但是这个枪吧 枪把没稳住 都是人 你还有双杀 这边一瞬间的一个刷屏 从而没机会了 一打五吗老铁 被打掉打了个 perfect 6比5汉空这边那个领先 领先李三是骚扰了一下 然后其实林肯的位置好像比较不错 对三个他那个点其实真的是很不错 他没办法 我两边打的都非常的激进啊非常的快 5比6 看到依旧是 a 级来掌控圈的一个节奏 拼卡点 卡一会双门就过来了 在等 哇这边前锋 很喜欢经历了长时间的架点啊 终于是打掉了一个 这个又是烟雾之中 打五 前面还是怕第一时间是有前进到双门的人 所以比较的小心 广场 131吗现在要打 往这边已经集结了三个人 肯定是要来了 好了我们来看一下走第一个 别拉 一换一一换一 二楼哎二楼没打死 队友的一个补箱补掉现在 瞬间的一波刷屏 刷屏 这边确实林肯想的非常紧非常的我觉得思路非常清晰吧嗯 第一时间我打掉了在上面打了一个那应该是从这个 卷底过来的人啊说明你爱包里还是两个人 就最多就爱包里一定会有人我这边是广场这些前顶又是小九一个三杀小九的一个三杀 有时间是新加宠啊 新加宠啊那我们说刚刚那一局嘛嗯 选择了三个人从这个走廊第一个人直接拉这是非常常见的这个三个走廊的一个 常规就前面两个人不用管我就往前冲你该走什么点该走走廊你让你走什么点 后面的人帮你补枪对 然后根性那边其实还留了一个潜伏者 主要是还是保守这边少人四个人没办法打是 执行能力还是非常好的是的 这也不去抓就等他一个人过来就现在这个想法就我为什么要抓你包在这里啊好稳 如果是我的话我四个这个大坑里面我让你过来 我站一排站一排嘛对啊这是最简单的一个套路我不信你 就直接秒四个对 你要我们一个不就一个吗就一个 这么久了从上这边也应该大概知道了四个人的一个位置应该都在去收包 这主要他也应该看出来就是基本上没有哎 那他穿死你的 肯定还要回来的 这个不用说的因为时间来不及 你只能还从爱门走 要一个一个亲啊 关着烟我先摸到近点 我看一号位的这名保卫者非常关键就是右手边的这名保卫者 打药 他的位置特别关键的 两个新人 这边来搜点看到被打打掉一打二 我兄弟这个残局你要是被宠儿给威了 怕是这辈子都洗不白了 就像两个人 不过时间不是很多了要抓紧了 或第一我还好最后 这边是谁 米亚还好最后站了出来 真的是差一点你再给他一点点闪住时间不这个枪没补到他进了这个墙里面 你就没机会了 同一再来的话就不一定能干过虫儿了 这边完全依靠着这个 最后 米亚的一个要发挥啊 帮助了这个汉工人拿到这一分 虫儿这个残局已经蛮精彩的了 已经非常不错了嗯 真的这我觉得这一分哪怕是没有成功吧 也给大家就提了个醒 就是尽量的三到四个人一个抱团 包括可以补枪 刚才就是完全没有一个可以补上枪的 只有最后两个人能补上枪 对他们虽然卡在包那个点位 但是都是单点 是的 这反观是给对面的机会 直接被雷死一个这边包点直接被打掉 两个人那一去防守 看一下怎么办 这边中段也在独立的进攻 只剩下离三个填铺两个人没办法了 只剩下风格一个 手枪直接上来扣 一打三 哇三个一打 三个我跑点我们来反过来看一下 这边汉工三个人 两个人正在这个又是三个人 刚才是四个对吧 啊现在三个人 就是一个残局 又是吊包 就是不抓你 这边是在这一分结束以后 AG选择叫了一个暂停 没有时间了 这下去的话 两个人一个这个点位的话 现在就打一枪你能回来下去 对你看能不能漏一个先 不过这两个位置不是很会漏了 哎 那我对吧 那这样的话8比6AG选择叫了一个暂停 没办法你在这个时候感觉 打不开局面了好像有点 我总觉得整个这个状态来说真的是打不开局面 就一直都是可能比较的被动吧 在前进我看到可能还掌握了自己的一些节目 在慢慢的汉工这样的队伍的一个状态 选择进攻情况下但是被刷的只剩一个人 压力还挺大的 我们只能看到这个暂停以后怎么打吧 因为现在确实是 呃两分的一个落后 这边杨哥还是在跟队伍在进行沟通 因为其实我们一直说嘛就是呃 他在后面看比赛其实看得最清楚的 因为每一个可能我们的选手 肯定成绩在这个比赛中有一些东西看不明白 那这个时候在后面作为这样的一个教练 他能特别清晰地把控到 哎刚才哪些点位有一些失误 需要怎么打 那这个时候杨哥也是跟队伍进行沟通 去灌输一下刚才的一些 比如说错误的一些思想 就并不能刚才怎么做啊怎么样 或者说需要怎么样 就是说灵魂他的指挥一直也是跟队伍在沟通 哎这边应该是只花了一分多钟的时间就已经 大概说明白了 对应该是要马上进入游戏的情况 现在一个比分是8比6 真的压力还挺大的 双方这个分咬的特别的紧 你看看这一把 看下A级的一个选择 依旧是一个慢打 你咱来到了这个管道的位置啊 也是害怕这个保位置的一个前压管道 三个人的一个避控 哎哎 兄弟也没扔进去 不是扔进去扔闪了吗 哎扔个闪这边必控直接上 这边是两边是交换了一下 一人拘了一个 是的 这边刷一封打掉宠儿 二楼的米啊 三打三 一个复换 哇这边没办法 他不敢开枪了 刚才一瞬间开不了枪 瞬间的一个刷屏也是刷掉了 这样的话 A级是依靠着这样的一个 暂停的扳回了一分7比8 这个趋势是奔着打屏走的 所以目前这个趋势来说 确实是奔着打屏走 是的 哇真的要打屏了 今天估计又有多少破产的了 打药这边夹在了管道 再考虑会不会有人跟我想法一样 对不对压平局 其实我也压的平局 我刚刚不是三天我说了吗 我说基本上今天可能是平局 面对第一分它是比分 第一回合的一个平局对 我想是总分 大分上可能是1比1 没想到这个潜艇上 都已经如此胶着了 是的 哇 还好没有扎到 这个点基本上是来一个死一个 我觉得管道应该是走不了 节奏放慢了 我们来看一下田锋是 驾到了一个爱达前点的位置 选择这边二门的位置 有意图想摸 没发现了 哇 小九打掉 没办法没有什么道具 天锋打掉了小九 左手已经没有了呀 是啊 还等一库吗 没有他那个架点就是架左手 架架架那个后方那个门 对对对其实 哇 就吓人 这边是帅锋也打掉了一个 剩下两个人 我们来看一下田锋跟绝技 绝技行碰到了 更衣室有机会 看有没有侧身 哎我这有 这给了个道具好像是的 其实把 绝技给逼退 最后30秒 还不打吗 这边田锋准备来摸了 这风哥这个摸点非常关键 直接过去但是被绝技被狙掉了 赶紧跑赶紧跑 赶紧跑赶紧跑 哇没机会没机会 7比9 这样的话 看公司拿到了局点 出发吧 flash bomb fire in the hole 这分关键的时候并没有选择前顶 依旧是还是一个曼卡 fire in the hole 李斯南车斯 受不了了 拿着也可以扛前也可以来到这个管道 帅风也比较喜欢就是看管道这个点 帅风刚才我刚刚说那个 踩滑他们俩特别 就是注重那个爱控这个点 嗯 桑尼也是完全不露点啊 就在这个前顶的这个木箱里徘徊 闭空这个位置 是进到了更衣室 哇 你打到 跑得很快 哎 好像确定这个点有人了 应该是有苗的名字的哎 走了走了是的 还有一个水风加点出来了 走不掉了吧这个点 陪伍区全体二楼都有 哎打要打我们来看一下桑尼的位置 桑尼在近点 林肯是个ak 两个 直接刷了两个还打了一个弹背 但是这边队友的发挥非常的不错 那李斯南这边绝技已经残血 三个满血 直接下了吗 直接下直接下 这边只有李斯南一个人秒了一个 但是瞬间被补将补掉绝技能不能站出来这个时候 绝技也是个残血 确实一位置 直接被秒掉 10比7